開始 鄭偉你好 還有鏡頭前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這次社區大學全國腦會系列論壇 學習不停歇後疫情下的韌性社會 我們這場的主題是前瞻數位學習 鄭偉我們在4月的時候曾經判過面 那時候整個還瀰漫著疫情不知到什麼時候停歇的狀況 可是我們看到台灣很多的力量就竄起來了 特別是在數位的這些議題社群 我覺得呈現了令人很驚豔的表現 甚至連社區的組織包括社區大學 我們都被迫數位化 也可以在探索如何在這種異常社會的情況之下 透過數位來幫助我們穩定的力量 那一場也很謝謝你提點了我們非常多的一些面向 那現在一下就過了4個月 可是我們現在等於是要預防 因為很多人說國外現在情況很嚴重 我們如何歸納在疫情時候前半年的經驗 來預防說萬一疫情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特別想要請您來幫我們回顧一下 是說那整個2020年世紀大疫情在台灣 您看到的數位社會我們的表現是怎麼樣 那除了您之外 我們在這一陣子也訪問了 事實查核中心的胡元輝老師 他告訴我們是說 事實查核中心在疫情的時候破解了 一百三十幾則在數位傳播的假新聞 實在是很厲害 可是也讓我們意思到是說 整個的數位社會其實不是只有正面的 他有一些動盪不安 只要是人家有社會就會有一些破壞的力量 所以在這兩個現象裡頭 我們正在面對的什麼樣在台灣無處不存在 而且顯然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數位上的 這種社會現象 會不會麻煩 其實剛才胡元輝老師的貢獻 就是我們現在叫做台灣模式 台灣model 那台灣模式用一句話來講 就是說我們可以對抗這個pandemic 對抗生物的疫情 而不需要lockdown 我們就不用沒有封城了 那同樣的我們可以對抗infodemic 就是這個假訊息的危害 但是我們沒有用takedown 就是也沒有讓言論下假 那在很多個其他的國家 都覺得說公共衛生跟這個人權啊 自由啊 好像是有一個競爭的一個關係 就是你如果照顧大家的健康 勢必就得限制大家的行動 你如果要讓大家能夠自由地做生意呢 不免就會付出人命作為代價 那台灣當然沒有這樣嘛 那我們到這一季 GDP應該是正的 整年的GDP也都是正的 那這個就表示說 至少大家對於經濟的參與 並沒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而受到很嚴重的一個打擊 那當然像你剛剛說的就是 那未來國外的疫情啊 等等 大家是願意這樣居安思維 這真的很好 那但是事實上 我們並沒有犧牲什麼自由 那在言論這邊也是相同的 就是像胡元慧老師 或者是Michael Penn啊 等等這些朋友們的工作 就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有足夠多的公民 能夠貢獻一點時間 去舉發說他們在LINE群組 或者其他地方 到底看到了哪些東西 看起來就很像假訊息的操作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那就不需要把東西下架了 我們就可以做出一個很可愛 很好笑的一個梗圖 那好比像說 可能大家都記得的 蘇貞昌院長推出的那個 泡麵貨很多盡量買 那但是要記得配青菜 然後底下就很多 像屏東縣長啊等人 就在那邊推銷他們的農產品 所以一系之間 本來是所謂泡麵之亂嘛 那忽然間變成一個農業加年華 那還是在同一天發生的事 所以這個就告訴我們說 不是靠由上而下的 用工部門的強制力 去限制社會的移動 或者言論 我們是靠社會部門 其實有時候 比工部門還高的正當性 那來告訴工部門 以及經濟部門說 只要你循著這樣子 一套model 這樣一套方法來運行的話 那你就可以既保持 這個自由社會的活力 但是呢又可以讓大家 有一個掀起的警覺 知道說現在病毒到哪裡了 我們要怎麼樣戴口罩 勤洗手 那一開始呢就是靠社區鑰匙 社區鑰匙 其實也是社大一直強調的 就是社區裡面的一個知識的持有者 那他的好處就是他很可親近 你不需要去選他的課 他藥理學的課 可能也不是大家都會去上 那但是你只要想要跟他聊天 不好意思 這一句從 那只要你想要跟他聊天 那這個鑰匙隨時都在 那而且他是靠你社區最近的人 那所以這些鑰匙們在一開始 我們之所以沒有說 好像說大家都非得用行動支付啊 像其他地方一樣 才能夠買口罩啊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其實大家對鑰匙比較放心 鑰匙告訴大家說 這個你戴口罩不洗手沒用的話 大家比較願意照著做 那鑰匙商店雖然是很萬能 那但是他就算多出一萬零一能就是衛教 大家未必對他有那麼大的信任感 因為他其實輪班的嘛 那鑰匙就是一個熟悉的面孔 他可能平常也已經有參與這個社區了 所以就是靠這種社區信任的力量 來讓大家更了解這個後面真正發生的 不管是疫情還是假訊息的狀況 那這個情況下大家都可以守望相處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台灣model 對沒錯沒錯 我已經講到台灣model 除了胡老師之外 我們這段期間也訪問了 台大智慧系的陳東生老師 他也提到的是說 你不要看那麼簡單的事情 可是這就表示台灣有很優秀的藥劑師 在很多的偏鄉都有令人信任的這些藥劑師 這些郵局 你把口罩 健康中心送到每個地方 他說這是台灣累積了三十年的社會 沒錯 OK 我覺得趁這個時候 或許我們對台灣model這件事情 如果更深入的去探討 說明對未來就會更有信心 確實 那另外一個我也想要講的是說 雖然國家理論上在防疫動員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平常沒有的強制力量 甚至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 應該要發布緊急命令等等 但是我們都沒有這樣做 就是就連社會正當性最高的一個事件 我當時記得 有一次在疫情調查的時候 有一位酒店的專業工作者 他第一天疫調的時候 沒有講自己是酒店的工作者 而是說我都宅在家裡很少接觸人等等 那到隔天他才說 沒有我其實在酒店工作 我第一天這樣講 是因為我有這個職業倫理嗎 他想要保護他的客戶的隱私 那這個剛剛講這種零和的狀態 這個在國外很容易就被看成零和的狀態 就是他的專業的隱私啊 抄手啊什麼之類 跟這個疫調所需要的這個是 看起來是截然相似的 那所以當時假設指揮官就說 那這些酒店啊夜總會啊 這些舞廳啊負責人這個 如果違反啊什麼人要抓去官啊什麼 其實他的社會正當性是有的 可是他完全沒有這樣做 他只是說 希望大家還是能夠落實實聯制 就是發生問題的時候要聯絡得到人 還是要想得出辦法保持這個物理距離 那在此之前呢 建議大家就是先不要去這些地方 對他其實只是這樣講了一句 他完全沒有寄出任何行政命令啊 任何強制手段 那一方面就是說 這可以讓大家這個污名化的情況 不要那麼嚴重 不是說完全沒有 但是比起各國都沒有那麼嚴重 那二方面就是說 過了一陣子之後 這些業者自己想出辦法 戴個帽子 有個什麼透明的塑膠套 那就沒有飛沫傳染的問題 或者是說 用什麼一次性的email預付卡 你可以取一個化名 那只要發生事情聯絡得到你就好 那過了四個禮拜 那這些紙也都碎掉 因為衛福部並沒有要大家上繳中央啊 所以就是說在這種 不破壞既有的社會常規 不收集新的資料 的這個前提下 他們還是找出實作實聯制 跟保持社交距離的方法 那在那個之後 9點5停又慢慢開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連這些朋友都可以 變成防疫國家隊 而不是所謂這個地下經濟啊 那其實等於大家對彼此的信任又更強化 那而不是靠大家去盲目相信 指揮中心 對 那我們看各國 尤其一些臨近國家的例子 很多就是因為 你把他們污名化 地下化 第二波第三波 就從那些地方爆發 對 好我們從社會信任 以及從多元的社會動員的角度 來看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潛在數位社會 對 潛在數位學習 以往在數位的一些發展 國人比較少知道 但是這次其實真的是很亮眼 沒錯 你本人本來就是在政府裡頭 要負責對社會大眾行銷 我們社會未來的可能性 或者是替數位社群引説 進入到更多社會的角落 那我在想說 您可不可以也幫我們勾勒一下 特別在數位這部分 好啊 舉例來講像 我們最近才辦了總統被黑客送 那有五個卓越團隊 那總統頒獎 他那個獎座是台灣的形狀 底下一個投影機 你一打開 就投影出身主牌 就是總統頒獎給你的畫面 承諾說你花三個月做的這個社會設計 會在接下來一年之內 變成我們國家政策 所以這個等於就是用行政的力量 但是預先承諾說 只要這些社會部門的人覺得是好事 我們就決定這個總統 就要用一切的這個能力 來幫助他實現 那其中有一個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APP 叫做鳳茶 那鳳茶其實這個字本身 就是台灣的社會傳統 就是可能在大樹下 有時候是榕樹 有時候別的樹 有一個很大的茶壺 然後你走過去可以自己倒水 解渴 那這件事情當然 一直都跟數位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但是因為它這個APP叫做鳳茶 所以很多人會願意先下載 玩玩看 所以那是什麼呢 就是它會告訴你附近的鳳茶點 就是說你拿個水壺 他們願意幫你裝滿水的地方 當然很多是飲水機 但是也有一些特色的店家 那所以當你就是在這些鳳茶點 這個refill 就是把你的水瓶裝滿的時候 你可以去勾說它是溫的熱的冰的 有什麼樣的選擇 這個水有甜味還是怎麼樣 可以變成一個討論的社會物件 然後呢就像精靈寶可夢一樣 就是大家可以就著這些鳳茶點來進行討論 而且你打卡累積金幣之後 累積到50個 你還可以去兌換像什麼格外農品的 那種社會企業的一種可能果醬 那這個果醬呢 你把它水攪拌完之後 它又變成茶飲 對 所以就是說它是一整套改變理論 就是去用本來設造的那種方法 只是說不是大家就是路過的時候 聞到炒米粉的香氣 而是下載APP知道附近有哪些鳳茶點 但是它的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勾起人的好奇心 然後讓大家願意繞著一個本來是私人 但是現在變公共的事物去進行討論 那所以呢一下子就非常多人下載 而且環保署的小編還用我的形象拍了一支這個平面 就是這叫糖鳳然後放個茶壺 這叫糖鳳茶 然後再放一個鳳茶的logo 這叫糖鳳茶 那所以就因為很有梗 很好笑 所以大家就轉傳 那一下子就很多人下載 那一下子就發現說 原來鳳茶它不是只是要養成大家 就是去鳳茶點的習慣 它會計算出你減少了多少寶特瓶 減少多少塑膠的用量 那對於這個溫室氣體減量 起了多大的貢獻等等 所以其實最後還是要做環保 只是它這個中間的這個手段 是設造的手段而已 那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很棒的一件事 因為它變一個平台 好比像說另外一個總統 黑客送的得獎團隊 它是就是中院院的一個老師 結合氣象局國建署說 現在不是快40度了嗎 這個氣溫太熱的時候 它可以及時推播給那些需要休息一下 喝口水喘一下的人 提醒他們注意補充水分 不然很容易造成中暑熱傷害 那鳳茶就變成他們推播的一個載體 等於就是說氣溫一熱 或者是說你自己之前就是在戶外太久 因為鳳茶app知道你在戶外 那它會趕快提醒你說 你要多喝點水 不然就會中暑了等等 所以它又變成一個好像 不管是氣象局國建署等等 其他人都可以搭載在上面的 這樣子一個訊息遞送的平台 那這是數位就是不止一位的意思嗎 就當你有這樣的一個平台之後 你就有不止一位的利害關係人 可以在上面做出一個更大的生態圈來 這是一個很具體而為的例子 對很不錯啊 事實上像這個例子 應該是早在四五年前環織會 他就一直很希望是說 他可以推這種公共擦水機 那時候他想需要很多朋友來幫忙 包含社區大學 就我們去動員學校內的同學 去調查社區內有多少擦水機 匯集到那邊 可是感覺上就是一個苦功夫 就是理想性有 我們都知道為什麼 但是需要做很多的調查 所以水利署還專門為這個 再去做水質檢測 什麼 那就是說你叫鳳茶 就幾萬人一起來玩 如果是叫做什麼 這個飲水機及水質檢測地圖 沒有人理你 是是是是 我覺得在這邊看到一個是 創意 年輕人的創意 裡面有很多的文化上面的想像在裡頭 很好玩 第二個事情是APP 而且他把很多不相干的東西放在一起 整合力量超大 就把四五年前 我們可能要做的蠻苦的一件事情 變成是多了很多人 變成好像湯姆利賢記 一面欺牆一面聊天很開心的狀況 對那而且他還有什麼大道程風查任務 什麼之類的 就是限時解鎖任務之類 所以他就會把說 我們以前需要花很多時間籌備 而且不一定有人來的行動 變成好像一種快閃行動一樣 大家都很高興 只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所以這是數位的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要透露一點點時間幾秒 馬上就有一種 我有在幫這個社會的感覺 那以前的話 就是你總是到走出門到實際聚會的地方 或者抗議的地方 如果是社會運動的話 總是要付出比較大的時間成分 奉茶是現在是剛得到總統杯的肯定 要往前推 那你可以再舉一個例子是 但是他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那國人已經稍微已經看到他的功效 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沒有問題 好比像說透明足跡 就是一個蠻好的例子 透明足跡 大家不一定有聽過這四個字 但是可能有看過他們的一些作品 好比這樣有一個叫掃了再買 就是讓大家在結帳的時候 不是只是掃條碼知道他多少錢 而是用自己的手機掃條碼知道 它造成多少社會跟環境的價值 而且可能還是負面的價值 那因為他後面有一個比較長期的 就是空氣品質監測的 以及就是農地工廠的這個 財閥的記錄的匯集 所以這個其實在台灣有很多朋友 就算自己沒有裝空氣盒子 可能也知道說附近的小學老師 有在用空氣盒子當作環境教育的教材 可能也有上去過一個叫子報在哪裡 的這個網站 去看說到底哪裡有空氣品質子報的這種事件 所以這一整個都是串結起來的 從最早的對於AQI對於PM2.5的討論 到這個空汙相關的這個遊行啊 等等這種社會的動員 那到大家自己願意安裝空氣盒子 變成一個分散式帳本 這樣子一種社群 到他們跟環保署這個 那個談判 那環保署願意承諾說 用微型的空氣感測器 那在工業區的路燈裡面來安裝 一起去補全這個空氣的監測 那到既然已經在工業區裡面裝了 那民間自然就會希望說 那這個裝了他可能會採閥啊 那採閥的紀錄應該要公布嘛 那但是公布公布在網站上 很少人會把他跟我實際買的這盒餅乾 連結在一起 所以到底要怎麼把這個紀錄帶到大家面前 大家已經花這麼多力氣去訴求去抗爭去拿到了這些紀錄了 那但是這些紀錄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那所以呢他們就是最後一離路就是一個APP 叫做掃的再買 那掃的再買是新的 那他前面這些社會脈絡都是現有的 對對對 是不是我們有一個NPO的朋友綠芒 對啦就是他們 對對對 而且他還運用的群眾募資 沒錯 作為他們的極資案 沒錯沒錯 我當時也有這個 探訓足跡1.0的時候 我有參與群募 還拿了一瓶啤酒 那因為這個我就是上班不能喝酒 所以啤酒就一直放在辦公室裡面 真的是與時俱心啊這樣 這讓我想到 我以前也常常清清的到就是 也差不多就是四五年前的事情 那我們社大現在很多的課 電腦課都已經比較少人修 他喜歡修手機的課 LINE 我們很多的學員很會用LINE 長輩很會用LINE 那結果在佐水溪社區大學的竹山 有一個叫LINE的老師 他有一天就下載了PM2.5的那種 公屋的資訊 結果那時候同學就看得很感興趣 回去跟他家的小朋友說 結果這些祖父母就比小朋友更了解空氣的變化 這讓他們很有成就感 到現在據說都已經變成空屋教育的宣導團 從當初學校就一個社大的課 變成社團到現在宣導團 那一路成就感就很棒 對啊 之前總統北黑客送 有另外一個團隊做水盒子 他們也是發現說在地有參加社區營造這些經驗的朋友 他特別關心水質 而且對於水質的這種環境教育 你應該去聯絡誰才能夠有盡可能多厲害的關係 在之前空氣的時候等於已經預言過一次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對於環境的守護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探討 就是我們如果是把本來抵制的那樣子的力量 也能夠化為某種鼓勵的力量的話 那我想會讓更多的害群之馬 他願意迷途知返 我們現在透過您介紹這兩個案例 我覺得就是台灣很多不同領域的朋友一起幫忙 都投入了一些心血 放在一些可看見的技術 或者是可看見的器具上 他可看見 而且很好用 所以那個力量就會征服 就會越來越大 除了您征服之外 還有這些東西也會幫忙 非常多人在一起征服 透明足跡也獲得了總統跟黑客松的作業團 對 那可是現在好了 我們看到了 好像是這樣的一種方法 讓我們有信心 可是另外一部分我也必須說 就是很多在地方社會工作的人 其實對於數位這件事情 還是抱持一種比較遠的態度 那如何來幫助台灣更多的人有信心 而且找到好的方法可以捲進來 而不只是永遠都是使用者 在這件事情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我是覺得好比像說 像我接下來在全國社區大學的這個演講 我們就會試著用即時視訊的方式 11月15號 對 11月15號 那其實疫情已停歇 學習不停歇 那在這個裡面我就會邀請大家說 即使你只會用LINE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也可以把LINE所用的那個 就是加朋友掃QR Code的那個功能 我們把它顛覆一下 所以呢 只要當時呢 就是你拿起你的LINE 然後按加朋友 然後去掃 在螢幕上面會有個QR Code 那就會突然跳出一個討論區 你只要按那個討論區 就不是加我LINE 而是變成大家都可以一面問問題 一面投票 那這個也是一種民主參與的方法 因為如果在場有一百多人 那某一個題目有二十票三十票 我就知道說 我回答這個題目是大家都希望我回答 那如果有某個題目 可能只有零票一票 那就表示可能只有一兩個人 關心這件事情 我可能就排在比較後面來回答 那像這樣子其實也是一個免費的工具 叫做Slido 那大家平常在辦一些活動的時候就可以運用 其實根本沒有什麼學習曲線 你就是會了就不難 對 那所以就是給大家一個體驗的過程 那所以呢 我也很感謝就是像LINE這樣子的工具 讓大家把掃QR Code的這個工作 已經不覺得是困難的事情 已經覺得是很容易的狀況 所以等於是把最後一里路已經走了 可能0.9里了 那我們就是透過Slido 再把他接到一個公共參與的部分 那這樣就不是只是使用者 而是比較像策展員這樣的角色 好啊 謝謝 11月15號 這句來源全國會老會 下午1點半到2點半 好 請大家來體驗一下 唐鳳正偉 要帶來前瞻數位學習 然後用Slido的方式跟大家互動 好 那不過你談到這個家朋友的事情 剛好也是我們在運用數位的方法 進入到社大學習 我們所探討跟看重的 就是在實體的時候 我覺得面對面 然後更容易形成人的關係 就豐富了人的關係 事實上透過學習去豐富人的關係 進而對社會產生進一步的行動力 才是我們覺得重要的事情 那以往在數位會覺得匿名 這是它的好處 但是它比較不容易形成社群 當然是傳統的看法 我們剛才從前面的幾個案例 就看到它其實在形成議題社群 或者是其他的公民社群上 它也有它進來越來越棒的地方 它主要就是可以把既有的社群做一個連結 本來這兩個社群好比上說做鳳查的社群文化營造的 跟做國建署那個氣象研究的 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透過一個APP 這兩群人就連了一起 對 好 我們要請您來勾勒一下 現在就是在台灣的繼承社會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做過社群大學 或者是它的中生學習的網絡 在從事以前私底的學習 現在以我數位的方式 有一群很活躍在數位的裡面的這些年輕人 議題社群 它也在發展很多好的方法 這兩者現在接在一起 而且可以互相變成好朋友 社群的力量可以貫穿 可以乘著數位的翅膀 就進到了我們實體的地方社會的生活 那這個東西還需要些什麼樣的配套 或是還有什麼樣的方式在您這邊正在推動的 你可以跟我們也介紹一下 其實我是覺得像Slido這樣子的工具 它其實只依賴一個就是QR Code 然後一個投影機沒了 對那有QR Code的掃的能力 以及在辦一場活動的時候 有投影機或搭的電視 這個並不是很嚴苛的要求 絕大部分的地方都可以滿足這個 所以我還是建議就是以現有的器材 現有的設備 我不會一下子就說 大家一定要投資去弄VR、XR 不是這樣子 那個當然是你在研究的時候 可以啟發你的想像力 但是實際在社群應用的時候 就是你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防疫之所以那麼成功的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我們並不會勉強大家去用它不習慣的東西 你在藥局買口罩 那跟慢性觸碰器是完全一樣的一個流程 在便利商店去預訂口罩 那個跟你繳地價稅、繳地方稅以及所得稅 是一樣的流程 那大家在那個所謂的數位圍離嘛 就是居家檢疫收到簡訊 那個跟我們的地震簡訊跟防洪簡訊 是一樣的流程 也就是說我們是用大家已經心裡習慣的 已經安心的 而不是說變出一個新的東西 比如說新加坡正在做 請大家都帶上一個平安服 那這個我們在台灣就很難推 對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組織工作者 重點不是說你要去引進什麼新的數位工具 反而是說你先去看你的社群 已經在用哪些數位工具 然後呢你去在中間進行一個社會設計 去讓這些工具進入一個公共性更高的用法裡面 就像剛剛說LINE去掃Slider的QR Code 而不是說要大家勉強大家去用別的APP 那這個就比較不work 對這也是我上次跟你聊之後 我覺得有比喻於我傳統認知的這些數位工作者 你最棒的地方 就是觀察既有的社會的需求 以及他的行為模式 如果幫助他們增加一點點 那一點點就會帶來新的改變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一個工作方法 好啊那最後的一個議題 那你知道就認識你是因為你的父親 唐光華先生他是創辦社區大學很重要的一個推手 老實說沒有他那時候在很多地方穿針影線 社區大學不見得會那麼的順利 他也在文山社大工作過 對我也在文山社大工作過 是這樣他也是曾經當過文山社大學的校長 那今天我在想說 如果有一天你有機會跟社區大學朋友合作 就或許是社區大學的校長 或者是社區大學的一個好朋友 那你會建議社區大學再往下一個 往下20年 然後再起一個新的社會挑戰 新的社會變化 如何善用社區的力量 來辦一個什麼樣不一樣的社區大學 你的想像會是什麼 建議會是什麼 其實我之前有跟一個叫Minerva的一個學習團體 我有帶著他們去見總統 那去見總統其實在當地 就是在台灣這邊只有他們的代表了 大部分人都是隔著螢幕 因為當時疫情還比較嚴峻 那但是他們就是很有意思 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系統叫forum 就是可以幾乎在線上重現 就是校組討論的那樣子的學習情境 那所以呢他們每個學期就是到一個不同的城市 比方說到台北 那其實台北的意思就是台北大高鐵可以到的地方 那事實上他們就是看全台灣的USR 那就是大學社會責任 那有哪些跟他們學生在做的題目扣合的 他就去那些地方 所以等於是說他沒有校區的概念 他每個學期到世界上的一個新的城市去進行學習 那這個學習呢也沒有年齡的概念 就是他都是跨世代的學習 那而且呢他在學的時候也沒有受任何現有的領域的限制 他等於請每一個他的大學生自己的研究計畫 當作這個新的領域的這樣子一個開創的一個方向 所以就是說既沒有地域的限制 也沒有學習領域的限制 也沒有世代的限制的這種學習 才是真正的種生學習嘛 對 那因為不然的話 你還是用就是有點像慣行教育的想像 再往外推變成種生學習 但是事實上 人在社會裡面本來就是自由的 本來我們在所謂出社會的意思 就是你會碰到各種各樣 年紀跟你不一樣 文化跟你不一樣 專長跟你不一樣的人嘛 所以出社會之後的學習 應該是跟出社會之後的人生相扣合 那這樣子才不會變成好像是在學校裡面的 慣行體制的一個複製品 那我會覺得說像現在我們實驗教育三法 現在也放寬了 但是我們都知道辦一個實驗幼稚園很容易 小學就沒那麼容易 而實驗大學現在還有點不太知道怎麼辦呢 對那雖然法令已經鬆綁了 我們沒有正常的 對嘛 對所以但現在我們就發現說 其實不是從頭辦一個 而是你現有的文化機構 好比像說一個博物館 他本來就有可能文物修復啊 或者是一些相關歷史的課程 也許他是以單一學程 就是博物館學 開一所實驗大學 他專門只授予這種學位 這也是可以想像的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後來就想說 所有的文化場域 所有在做地區的這些 就是文化資產的保存 或者建設 或後來有一些商業模式 變地方創生等等這些朋友 他都可以把自己的經驗傳授出去 而且就變成一所大學 而這個大學呢 暫時不用考慮你的學門的多元性 你就專門做你做的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不用考慮 就是因為本來來你這邊的人 也就不是那種就是只是想要一個學歷的人 他一定也有自己的題目 也有自己的社群跟脈絡可以帶進來 所以反而是用學生來補強大學這邊的多元性 而大學反而是就是你有東西 願意跟大家一起學 你就可以開一所實驗大學 那我覺得這是翻轉我們本來對大學的一種想像 所以我想社區大學做為就是最早的實驗性質的大學 那現在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 往更多的這種 剛剛講到的就是跨領域的跨時代的跨地域的這些朋友們 去結合成一個新的大學系統 好啊謝謝我覺得那種open mind很吸引人 可是我想還是要挑戰你一下就是說 可是這open mind廣納的各式各樣的知識的視野之後 有時候就是在地方上碰到真實的人 碰到真實的土地孕育出來的那些 各式各樣的文化細微處有時候也很重要 那在您這樣跟我想的社區大學新貌裡頭如何接地氣呢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大家都要有設身處地 這樣的一種能力 對那像我現在就是在燃爐路399號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我昨天晚上跟國外視訊嘛 跟波蘭視訊 那這個其實是很有意思 就是我一面視訊那外面一面跳排舞 因為社區的那個活動中心跳排舞的場地就在外面 對那但是因為我們那個有定向收音 所以不太受到排舞的影響 對那但是這個其實很有意思 因為那些來跳排舞的朋友 那他們其實也有社會的組織力 也有動員力 你也看到 對我也看到 那他們也看到我 那其實還會打招呼 那所以就是說他們的 很冷靜去跳排舞 對對對 我不是沒有去跳排舞 有參加他們的討論 所以就簡單來講就是像空總圍牆還在的時候 不會有人慕名其妙來跳排舞的 沒錯沒錯 圍牆一拆掉就任何人都可以去想說 那這邊看起來像公園啦 既然是公園為什麼不能跳排舞呢 既然是公園為什麼不能做這個做那個呢 所以只要把那個圍牆放下來 我覺得地方的脈絡自己會進入你 不一定是說你要特別去蹲點 而是說耐堵牆是很重要的一個象徵嘛 只要還有衛兵站在那邊 只要看起來還像空軍總部 那當然沒有人會來惹你 但是牆全部都拆掉 草地上面放一堆球 看起來就是讓很多人來退等等的話 那不但是社會脈絡會進入你 而且大家都會對這個場域做出 你沒有辦法去想像的一些新的操作 那這些就是為什麼我們每天都開到半夜11點 就是希望各種各樣子新的人來這邊 然後給他一種新的社會創新的可能性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保持有水有電有食物有音樂有通音機 有這個寬頻網路 那實際上那個社會脈絡怎麼樣進入 這樣子一種共同學習的空間 我覺得這是有機的會發生的一件事情 不一定是說你要很刻意的去說 我要去map社會脈絡我要蹲點等等 那我是不是可以說你想像中的那樣的一種 學習樣態是一個平台 想辦法讓很多的文化資源的牆 推掉讓他們可以流進來 那其中當然也包含地方的脈絡 流進來之後只要懂得欣賞 只要懂得那個方法 你當然就他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再跟他們借持在一起 是用這樣的方式在看待未來的學習 是的 我覺得很多黑客松 聽黑客松感覺你就得會寫程式 或至少會設計才能進來 但是像接下來G0V的那個年會 雙年會辦在台南 那其實他就是用一種版德的這種精神 就是說其實你只要會吃 或者你只要會帶菜來 那你就可以參加 那這個時候他的社會脈絡 就大於他的科技的那個意味 那任何人只要願意一起吃東西 就可以來的這個傳統 其實也是設造 就是一直能夠就是跨世代溝通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嘛 對那就是說長輩至少 就是知道一些我們不知道的識破 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 真的非常重要 對那當然就是 當然這個這些寫程式也會開玩笑說 去台南辦就是壯大社群 物理壯大 就是辦完之後大家都壯大一圈 對 但是我覺得這也是對社會脈絡的肯認 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是蠻期待說 在未來就是有更多這種 藉由我們叫做人際的弱連結 就是我只是偶爾看過你一面 或者是我就是在網路上面看什麼糖鳳茶的梗圖 但是就因為就是覺得面熟 看起來這個的參與的門檻又很低 所以我就願意來至少一起吃個炒米粉什麼 那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那就再說了 好謝謝你 謝謝唐鳳正偉今天提了很多的案例 點到很多的社會力量的藍圖 那個藍圖就是各個地方都很多人在做 類似同樣的努力 融合地方的力量 以及融合數位新的創新的力量 那讓我們對台灣的未來是更有信心 那如果想要做更深的探討 聽到更多的例子 就歡迎大家 在11月15號來參加唐鳳正偉所主持的 前瞻數位學習 1點半到2點半 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 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 謝謝 像今天帶著多講 差不多 差不多